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辩庆带着灵晴和书降落 欧马哈也打算加入战斗 因为他可以为大家带路 此时周的手下,护士和修女登场 二话不说,直接开干 总统的格斗技术也不差 秦英与修女战斗 他的武器就是吉他那六根弦 修女开始攻击并撕裂秦英的英之刃 他的武器是英爪 道具屋趁空隙前进 便器用摩托挡下护士 护士突然变壮,把摩托碾碎 苏看到南苏陷入苦战 因为他的飞龙已经到头了 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欧马哈打开他的专属电梯 里面已经有一堆士兵等候他们了 双方的实力差距有点大 另一个士兵还说 不要杀道具屋的女孩 因为他们可以慢慢品尝 苏无法再忍受了 他冲向前取出道具 一瞬间把飞轮装甲瓦解 他在发动闪律之道链接 让其余的七个人也可以共享他的能力 瞬间把飞轮装甲分解 看着苏的成长也觉得自己输定了 就在他发呆的时候被敌人偷袭 幸好苏即使把他救下 但是子弹却射中了兰芝玉璇 苏怎么也修不好了 看到此时的四眼仔直接发火 他透过电话连接上母航上的监视器 把小乌丸的战斗情况转达给南苏 此时南苏的费路已经耐不住了 林晴责怪自己的无能 是他阻碍南苏飞起 南苏透过广播叫林晴别哭了 既然遇袭坏了那就去抢吧 因为船上有满满的遇袭 现在来到饭团这里 老太婆看到饭团的胀气 觉得饭团现在的战斗力可以跟物酒劈敌 饭团直接把老太婆撞飞 饭团看小女孩那么弱 以为她是跟班罢了 小女孩叫沙勒美 她不是重粒子 她是晶圆空计划的其中一位富豪的孙女罢了 她提出把自己当成重粒子登上航母 她使用的正是荆棘之道 咒说沙勒美不是王 而梨花坐着的正是洗脑机 沙勒美想成为晶棘之王 是为了梨花不被洗脑机洗脑 因为她看过梨花奔驰的样子 她是看了赞助商的特别档案 才知道梨花会被改造 此时梨花已经开始被洗脑 沙勒美直接让饭团看裸体看个宝 这让饭团直接提不起劲 但是饭团用语言羞辱取胜 老太婆直接把偷往船舰的盗门打开 盗门一打开 沙勒美直接被打到身体扭曲了 沙勒美用尽最后力气 让饭团去拯救梨花 可是瞬间就被咒杀掉了 咒以为饭团逃跑了 直接被饭团从背后袭击 饭团透过想象把眼前的咒 想象成校园偶像十度同学 战斗力指标到326 这时回到欧马哈这里 他问林琴脚上的预袭是假的吧 这是跟原本设计一样的复制品罢了 性能跟原型无法比较 毕竟他没有合 极致预袭在雾九和空战斗后就消失了 而且林琴也问过雾九 他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现在的禁珠王是空着的 欧马哈问他们对Gajeru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 林琴知道那是静之玉席的第一个主人 跟空他们一样是第一代重立子 由于这个Gajeru的飞轮外流到民间 才开始产生那些被称为王的人 过后李化成为静之王 然后一起生活在那个家的林琴 白眉 蜜干 蓝树 没人认为这是偶然吧 所以这跟禁忌正是连结一切的关键 回到海人这里 亚瑟利用轰之玉席的推动力前进 夏洛特利用自己的镜面把海人的枪反弹回去 海人直接被那强大的攻击压到墙上 二想过去帮忙但被禁阻止 夏洛特直接攻击海人的蛋蛋 还问海人那么年轻当上风特派员的市长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夏洛特认为海人就是赶着乳 海人说他自己快30了 空他们才20多岁 所以他不可能是赶着乳 当夏洛特打算杀了海人的时候 二反击了 原来是灵人跑了出来 这时海人说到夏洛特超现了 夏洛特仔细一看 原来这是刚刚海人撒在地上的炸药 夏洛特叫亚瑟不可以正面接下牙 那炸药是人类史上最凶恶的炸弹帝王 而且亚瑟的肺龙已经吸满炸药 虽然一点火花是点满不了 但是加上强劲的压力 就会使玉璽爆炸 夏洛特打算为亚瑟挡下牙 毕竟他身体早已被掏空 当然亚瑟不愿意这样 他想与夏洛特共生死 灵人非常生气他们伤害了海人 也只有灵人知道海人的计划 灵人是脑移植者 灵浩 也是最初致意Gajuru 夏洛特双手插入玉璽阻止其转动 此时夏洛特打算和灵人交易 他想利用中立子的能力 加上脑机移植者的能力打倒咒 灵人才不要与他们合作 夏洛特说他的牙会波及到海人那边 灵人直接把牙拐个弯解决了 直接把敌人撕裂 现在来说起十年前的海人 当时他还是个问题少年 在还没有飞轮的时代 拥有自己的滑板队伍 直到他遇见Gajuru Gajuru带着海人飞翔 让他感受到什么是自由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这让队伍里面的人非常嫉妒 就在当晚海人玩滑板的时候 出了些意外差点挂掉 原来有人在他的滑板做了手脚 然后爆炸头出现 还说收到沉睡森林的信件 有一天 警察大叔要海人跟自己走一趟 他开着海人飞翔的影片 他说拍摄者是他的儿子 而且他今天早上就死了 这爆炸头就是他儿子 他调查到有人盯上海人 原本爆炸头是想帮爸爸调查 但是认识了海人后变了 警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回到来Gajuru这边 就找上门 他身边的人正是出卖海人的家伙 当然爆炸头是周干掉的 他打算清理掉这家伙 被Gajuru救下 双方开始大打出手 警察叫海人跟Gajuru分手 因为他不是街头混混可以赢付的对手 这时有个巨大飞轮装甲出现 说要给海人吃跑 并叫他拯救Gajuru 控制飞轮装甲的人正是南博士 名为南林泰 海人坐上装甲 问南博士为什么自己不去救Gajuru 南博士说道 Gajuru是个非常特别的女孩 而且每个人都想要她的能力 他认为海人比他更适合温暖那女孩的心 咒敌不过Gajuru 但是他引诱到空那边 两人合力就可以打倒Gajuru 空拜托Gajuru下次出生为男孩子比较好 他说脑筋移植者是普通人的身体 没办法像重粒子一样结实 这时Gajuru用锁链绑住空和咒 然后跳到海人身边 海人直接使用最大威力把空咒轰走 Gajuru不想跟海人离开 因为他怕连累到海人 这时一个公鸡把海人的坐舱机坏 原来是五内兄弟的空之遇袭 海人只有被挨打的份 众说Gajuru过来就不杀海人 海人小弟及时出现救下他们 然后自己被空一脚弄死了 随后海人他们过着逃亡的生活 他们在一个无人的深山生活着 海人的电脑侦查到有人举报他们 他们驾着装甲离开 一看到五内兄弟的飞机直接把他射爆 当然专家很快就被他们破坏 打开窗门一看全是炸弹 直接把他们炸飞 但是这不足以弄死他们 Gajuru已经厌倦逃避了 直接一枪把自己送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